今天要讲的这位来自未来的科学家 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是他的慈悲 他说只要有人以特定的方式 伤害到身边的人 他就会有一种同样被伤害的感觉 他真之为宇宙疼痛 他说到一个非常灵敏和体察入微的人 是一个高度发达和完整无缺陷的机体 能机敏地感知周围的环境 和各种细致入微的状况 他具有一种先天的感觉 因此当他与控制器官有缺陷的 另外一些人发生接触的时候 先天的那种感觉就会表达出来 他就会感觉到宇宙的疼痛 这位科学家他就是尼古拉特斯拉 他本来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因为交流电发电机是他的发明 而他却没有靠交流电赚到钱 特斯拉所研发的交流电系统 足以改变世界 随着时代的更迭 从现在所使用的电网 大多都是采用交流电系统就可以看出来 而当时如果特斯拉申请交流电专利的话 他仅靠交流电赚钱的 每马力获得32.53的当时货币 他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 跃身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但是他放弃了 是因为他免费公开了交流电的使用专利 共事人来免费使用 他之所以放弃是因为他有个伟大的理想 就是工业不该遭受限制 应该土极于世界 他的梦想就是攻击世界 用之不接的能源 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 尼古拉特斯拉的一生 以下的故事非常玄幻 大家理性观看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宇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棠 节目从今天开始会开启免费的抽奖活动 详情请看节目最后介绍哦 虽然特斯拉一生致力于不断的研究 并获取了约1000项专利的发明 但他一生的研究不是为这一己之力 因为他明白为了自己而伤害他人 其实就是伤害自己 造福他人就是利益自己 可惜与他同时代的企业家 却利用了这位天才科学家的爱心和才华 而骗取了他的研究成果和荣誉 因他的发明而腰缠万贯 但特斯拉却是群控潦倒 常年经济拮据 最后与群控且被遗忘的情况下病逝 他离世以后所有关乎他的资料 皆被人掩盖或删除 致使无人传送他在科学上的贡献 虽然他是一位具有神奇力量的天才 却没有多少人记得他 在1856年的7月10号 是尼古拉特斯拉在地球诞生的日子 在特斯拉的自传回忆里面 他说到他相信自己是来自于金星 当时一艘太空船降落在了地球 而那艘太空船的成员说 特斯拉是金星的孩子 他是在1856年的7月9日至10日的午夜的一艘太空船上出身的 之后被托付给了一对地球的父母 这对夫妇在克罗地亚里的卡沈 那里有一座名叫斯米里昂的小村庄 特斯拉所住的那一间小房间 仅而是他父亲主管的塞尔维亚东正教的教堂 他的父亲是名为列维莲米露丁特斯拉 在洛夫奇教区的塞尔维亚东正教教堂当神父 他有时候以正义之士的名字笔名来写作文章 母亲杜卡是打蛋器的发明者 他们家中总共有五个孩子 特斯拉排名第四 老大叫丹尼尔 特斯拉一家人都是塞尔维亚人 他们在克罗地亚属于少数民族和小教派 他们爱好塞尔维亚的诗词舞蹈和故事 也喜欢手工编织 以及和万圣节庆祝的活动 特斯拉童年的时候 在克罗地亚想要找个职业 不外乎只有种田 从军和进教堂了 在塞尔维亚的西部的地方 他们几代人都会把男孩 送到教堂或者是军队任职 把女儿会嫁给文官或者是武官做妻子 特斯拉的父亲 米露丁元仙是被送到了军官学校学习 但他不愿意从军 后来就离开了军队 而转入了教会工作 他的两个儿子 丹尼尔和尼古拉 也注定要走这条路 至于玛丽卡两姐妹 米露丁倒是希望他们像自己一样 成为牧师的妻子 特斯拉从出生 家里人就准备让他来当牧师了 为了培养他 父亲给他规定了 每天必须学习的制度 其中就规定要做各种各样的练习 例如互相猜测对方的心思 记住且复述比较很长的句子 或者是进行心算 父亲喜欢在闲暇之余 写诗词歌赋 于是特斯拉从小就受到一种 文雅的环境的熏陶 平时讲话总是信口 背诵几句圣经或者是诗歌 特斯拉年轻的时候就写诗 而且后来还把他写的一部分诗 带到了美国去 但他从来不发表他的诗歌 长大以后 他喜欢在一些寄信的集会上 为新交的朋友 背诵他们本国的诗歌 关于母亲 特斯拉说 他的母亲身上有一种 过目不忘的记忆能力和创造的天才 他说 我相信如果不是无法 接近近代的生活体重 种种机会的话 他一定能够做出了不起的事情 他的母亲发明制造了各式各样的工具和装置 甚至自己培育种子 栽种植物 然后自己提取纤维 他整天忙个不停 一家人的穿着 以及家庭的各种陈设品 服饰 都是出自于他的手 南斯拉夫妇女 过着寒心如苦的生活 他们不但从事艰苦的农活 还要养育孩子 料理家务和照顾一家老小 他感到十分的惋惜 母亲所在的国度和时代 妇女的能力无法充分的发挥 外婆一家总共有七个子女 她是长女 因此在外婆双目失明以后 就被挑起了家庭的重任 所以她的母亲没有进过学校 可是尽管如此 她有惊人的记忆能力 能一字不漏的背诵 一部又一部塞尔维亚 以及欧洲的古诗歌 特斯拉既有天赋的才能 又有受惠于家庭教育精神的修炼 这也是造就了她往后 总能够在自省之中 不迷失自我 在大多数人的心思 专注于外在的世界 以及外部世界 作为价值追求取向的时候 她永远不会忘记 听取自己内心的声音 特斯拉在景色秀丽的 斯米里昂度过了她的幼年 她的家里却洋溢着一派 田园木哥的气氛 只是她害了几场重病 而险些丧命 特斯拉后来凭着 经久不衰的清晰的记忆 她就说 她有三次病得连医生都认为 她难以治愈 都放弃 有好多次差点被淹死 还有一次几乎掉进了 热锅里活活烫死 有一次险些被烧死 就像她成年之后 进行高压电的研究 没有受到严重的伤害一样 她总是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 种种的灾难人祸 而特斯拉在很小的时候 就开始进行了发明 五岁那一年 她就自己造了一台 小水车 当时特斯拉一家 搬到了附近的哥斯皮却市 她在那里第一次 就看到了一批机械模型 其中就包括水轮机 她把其中许多种的机械 都仿造了出来 而且兴高采烈地 把这些机械开动起来 她读到了一篇描写 尼亚加拉大瀑布的报道 就被深深地吸引 在她的脑海里 就诞生了一台 奔腾直下的水流 而推动的巨大水轮 她十岁进入中学 这家中学是新成立的 教学设施比较完善 设有一个设备良好的物理系 老师就经常示范实验 令特斯拉深受吸引 她在中学里充分地 就显示出了光辉的数学才华 她有相当出色的 快速计算能力 每当老师在黑板上 抄袭提示 等老师写完 她也悄悄地把问题就答完了 刚开始老师就怀疑她作弊 但是后来也就明白了 她具有进行想象 和保持影像的非凡才能 但是数学老师 却无法给她好的成绩 因为她对规定的 徒手绘画的课程 格外的反感 特斯拉的语文成绩比较优异 她学英语 法语 德语 意大利语 也学斯拉夫方言 当时她就起了一个念头 那就是利用持续不断的 空气压力和真空 来造成持续的运动 她就把全部心血 都倾注到这个发明上 在中学的第二年 她利用稳定的气压 制造永续不停的运动 让她对真空的 无穷威力印象深刻 这时候特斯拉已经拥有了 开发取之不接 用之不玩能力的梦想 当时还有一个梦想 就是要打造飞行器 在特斯拉小的时候 就发生了一件家庭悲剧 令特斯拉留下了难忘的创伤 她的大哥丹尼尔 年长特斯拉七岁 才华横眼 是父母的掌上名著 但是不到12岁的那一年 在一次事故中就夭折 这个惨祸直接的原因 就是由一匹阿拉伯骏马而引起 这匹巨马是特斯拉一家人 好友赠送的 全家人都很疼爱他 但是这匹马具有灵性 曾经在狼群出没的深山里 拯救过父亲的生命 可是从特斯拉的自传来看 丹尼尔却是被这匹马踢死 聪明过人的丹尼尔 在他过早夭舌之前 视觉神经也受到过强烈的 闪光和刺激的干扰 特斯拉从童年开始 在一生之中大部分时间里 也受到过类似现象的折磨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7岁 以后他便把思想 全部都灌注到发明上去了 那个时候他发现 他有想象东西的本领 不需要模型 不需要绘图 也不需要实验 就可以在心中将所有的东西 看得一清二楚 和真的一模一样 因此他不必做实验操作 只需要用眼睛瞄 就能够记下一页纸上的 无数的图形的 全部精确以及尺寸等所有内容 后来特斯拉制造的机器 几乎没有不成功的 这些机械只要在他的头脑中成形 后来就会变成了金属的尸体 那么一经运转起来 一般都会正好地符合 他原先的意图 只是每当他面临危险 或者是不幸境地的时候 或者当他兴高采烈的时候 眼前就会经常冒出 莫名其妙的闪光 这是他无法加以控制的 后来他叙述就说 往往在遇到强烈闪光的时候 我的眼前便会出现各种影像 使我看不清真正的物体 这些影像都是我实际看到过的事物和场景的影像 而不是我的意象 如果有人对我说出一个词 那么这个词所示意的物体的影像 便会在我的眼前生动地浮现出来 它还具有照相一般 过目不忘的记忆能力 这就使他与其他的工程技术人员 难以配合的一个原因 因为工程技术人员都要求有蓝图 而特斯拉完全是凭他的脑袋 他还谈到许多虽然心思不集中 但还未经过缜密的推理 心中却明白了一个确定的答案 这个答案还没有具体化 这大概也就是特斯拉后来所提及的 能够直接读取宇宙中心的讯息 在学校物理学教授的启发下 他就对电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他看到了每一次实验 他的头脑中就引起了一次回响 他渴望从事实验研究工作 后来他回到家乡 正赶上了祸乱流行 立刻就受到了感染 他最后在病床上躺了九个月 几乎不能动他 当时的父亲坐在床边照顾他 而等特斯拉稍微恢复力气的时候 他就提出希望能够学工程技术 特斯拉的父亲原本有坚毅的决心 让他进入教会的 此时也就软化 答应让他完成这个梦想 特斯拉在早年时期就发现 直流电有很大的缺陷 若想要克服这个缺陷 就必须使用方向发生变化的交流点 而电流的方向会反复的改变 现在我们使用的电能 其实就是交流点 而特斯拉的想法是在一个磁铁中 放一个线圈 当这个线圈绕着这个轴转动的时候 在转动的过程中 线圈上就会产生交流点 但是他的这个想法最开始并没有实现 于是特斯拉就飘洋过海 到美国希望实现自己交流点的梦想 一开始有位雇主看准了特斯拉的天赋 就雇用了他 而特斯拉也不负他的期望 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的感应电机模型 那这位雇主简直惊为天然 没有想到眼前这位长得弱不经分的斯文少年 竟然是个天才 所以在1886年 特斯拉的雇主就写了封信 把他推荐给了爱迪生 介绍他去纽约的爱迪生公司工作 信中他就说到 我知道有两个伟大的人 一个是你 另一个就是这个年轻人 而特斯拉是在爱迪生的公司 从事改良电器工作开始 结果他不但每次都能够改良成功 还做得比爱迪生的每一个团队都来的杰出 更为惊人的是 他没有团队是一个人完成 这让爱迪生就倍感惊讶 于是这个爱迪生就对特斯拉说 如果帮他改良直流电发电机成功的话 奖励他5万美元 那相当于现在的100万美元 于是特斯拉经过数月的努力 成功完成了交付的任务 在1884年的春天 发电站投入使用 可是谈到特斯拉的报酬问题的时候 爱迪生却拒绝支付这笔奖金 并表示当时他只是开玩笑的 而且爱迪生给他了一个嘲讽说 特斯拉先生 我想你并不懂得美国式的游牧 因此特斯拉就奉而离职 特斯拉离职之后 遇到了生命中的伯乐 是西乌电器的创办人 乔治·威斯丁豪斯 而受其重用 特斯拉在经过了西乌电器公司的帮助之下 发明了交流电 交流电的贡献要更大 在1890年 特斯拉也将自己的研究重点 转移到了高频率的机器设计上 在整个19世纪 特斯拉除了研究和推广交流电技术之外 同时对高频电流进行实验 当JAM是克拉克马克什威 在1873年证明光是一种电磁波之后 也就是某种程度上来讲 光是电流以极高的频率振动后的产物 特斯拉就为了探索这片未来的领域 发明了一种独特的装置 也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特斯拉线圈 它是一种可以将电流提升至高压以及高频的设备 通过使用高频率进行一系列的实验 特斯拉很快就发明出了明红灯 荧光灯 而且它也是第一个发明X光片的人 但这一系列的发明 在接下来的一项实验中都黯然失色 在一次实验中 特斯拉无意间就发现 手里的一根电子管 竟然可以在没有通任何线路的情况下 在自己的手中发光 于是它在自己的日记中就写到 对于我来说那是证明可以在空气中 传递能量的第一个证明 这也是特斯拉践行一生伟大理想的开端 在1892年特斯拉受邀就前往了伦敦和巴黎 发表了它的高频率的研究成果 当时出席者都是当代最重要的科学态度 他在科学家和工程师的面前就展示了魔法般的光电效应 特斯拉身穿晚礼服把手放在了带电的端子 让电传遍它的身上 发出了大量的电火花 让几千伏的电流通过它的身体 直至火焰吞没全身 但事实也证明 人们可以安全的使用交流电 他说我让电流通过全身的主意 只是为了扭转大家长期以来对交流电的看法 这样展示令所有的人瞠目接受 而特斯拉宣布了一项非凡的新的构想 就是特斯拉在日记中写道 我认为通讯和利的传递 可以是无限的构想是可行的 所以在1895年 特斯拉的实验室无故遭人纵火 令它所有的实验项目复制于均 爱迪生向媒体还证明了交流电是邪恶的 然而之后的交流电造就了多少工业技术 真的是危险以及邪恶的吗 时日今日我们依然使用交流电系统 日常用品冷气也都是交流电 事实证明特斯拉是对的 特斯拉说服银行家这批摩根投资 15000美元就造了一个无限电站 但是这批摩根看重的是商机 而不是科学家发展造福人类 所以特斯拉一直想造福人类 并具有免费能源的构思 由于这批摩根资助与新建的特斯拉塔 是一座高187尺的铁塔 同时它下扎到地深达到120英尺 是一座无限电发射器 而特斯拉早就想在世界各地的不同地点 建立像沃登克里佛塔这样的接收站 这样就可以一个一个地传输无限电 它甚至还想象过在不同的星球之间 也可以传输无限电 但是特斯拉传输无限电的梦想 在1904年被破灭了 因为它的资助者 这批摩根就发现了它真实的目的 就是让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免费使用无限电 所以摩根拒绝投资 由于没有资金的1908年 沃登克里佛的项目就被搁置了 在1917年这座台也被拆了 于是特斯拉就陷入了财务困境 负债累累成为了当时媒体嘲弄的对象 特斯拉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绩 这些成就就连现在的科学家 都没有办法掌握多少 包括剑桥 麻省理工学院造成了很多的世界伟人 而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院 站在各项发明的前沿 其中就包括无限电传输 可是多年以来 这些科学家们都无法做到高效的无限电传输 在2007年麻省理工的研究员 将无限电室内传输了7英尺 这是象征可以切断电源的第一步了 是难以置信的 可是早在100多年前 有人就能够使用无线电操控各种电力设备了 这个人就是尼古拉特斯拉 这是一项突破性的改变世界的成就 只是因为失去了资助 留给了世界无限的遗憾 在特斯拉的一生之中 感应情况出现也是不计其数的 例如在梦中感应到母亲的境况 特斯拉就说 我在巴黎的时候 我就看到了母亲去世 在天空中充满了光明和音乐 漂浮着都是奇妙的生物 其中有一个人拥有母亲的特征 他无限慈爱地看着我 随着这个景象的消失 他说我就知道 我的母亲去世了 果不其然 当他说完这段话的时候 第二天他的母亲就去世了 每次他总是能够透过内在的直观 来读取这些现象 例如他的姐姐安格林娜也得了重病 他从纽约发回去一个电报说 我眼前看见了安格林娜出现又消失了 我感到情况不妙 特斯拉就是一台能够记录任何扰动的敏感接收器 最终的事实往往证明 他说的基本上都是真的 特斯拉在六岁那年就说他的创作生涯 他说我在脑海中修改框架 不断地完善并进行实验操作 不管是在头脑中运行自己的涡轮机 还是在工作室进行测试 对于我来说都是完全一样的 我甚至可以想象到涡轮机出现故障的细节 当我将所有能想象到的所有合理改进的体现 都在脑海中设计 直到再也找不出缺点时 我才会把脑海中的成品具体制作出来 我设计的装置实际运行的情况 与我想象的完全一样 实验的结果往往也都符合我的设计计划 20年里无一例外 比起一般的计算推演的方式 特斯拉的方法不需要进行数学运算 也无需立出方程式 可以便捷高效 完全抵得上每秒用算千亿万次等级的超级电脑 这样的能力 同时代的人皆称呼特斯拉为超人 甚至当今的科学界无人可以做到 而特斯拉说 从具有可行性的理论到实际的资料 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在脑海中预先预测的 人们将一个初步的想法付诸于实践的过程 完全是对精力金钱和时间的浪费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特斯拉认为当时人们制造的装置 去实验某种粗略的想法之后 总会发现自己不可避免的将注意力 集中在装置的细节上 在对装置进行不断的改进和重新制造的过程中 注意力就会慢慢的被分散 并且忽略设计的基本原理 或许他们可以收获一些成果 但是设计的品质已经大大折扣 而特斯拉只要在脑中完成论述就可以了 这就像是佛教中所说的 限量知晓 对于想要知道的东西能够立即直觉 不需要透过意识心智加以思索 再经过任何的推理运算 仿佛直接呈现于眼前 能直接看到一般 在目前的物理世界呢 我们要打造任何的东西 都需要付出肉体的力量和物质上的时间 最后还需要受到知性的检视 这样的做法呢 自然会受到较多的限制 而特斯拉的这种能力呢 是超感官能力的一种 是透过内在之眼去看 去观察 去接收视觉影像 这类型的视觉影像难以被肉眼所察觉 因为它所散发出的震动的频率 超出了肉眼所能感知的范围 所以这个能力是我们与生俱来的 只是有些人更熟悉和使用它 特斯拉呢 就有一个常人无法企及的思维 视觉化能力 他的回忆录里面就叙述到 他说我少年时期呢 当有人跟我说起一个词的时候 那个词指定的影像 就会栩栩如生的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有时候心中有个念想 或者是听到某个词呢 就会自动投射到视觉上来 看到很多奇特的人或者是的形象 特斯拉的一个起心动念 脑海中就会出现在眼前 还有心灵感应和操作物质的状况 这仿佛就是像在高维度人一样的那种情形 心中想吃什么 只要思维呢 就能够享用这种食物 想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呢 一动念 衣服瞬间就在身上 而在高维度的人呢 就能够直接的心念变现物质在眼前 一切所需要的随意具足 所以特斯拉就说 每个人都有心想事成的能力 一切都是震动的频率 心念变现出物质 其实信力法则这类书中 也说了一些运作上的技巧 传达了我们在现实世界中所觉知的一切 就是我们自身的震动频率的反射 借由知道自己的震动频率呢 根据自己创造的意向做出决定 重新调教并改变频率 现实会以某种方式将自己内在 已经完成的转变反射给我们 一般来说 我们每个人都有心想事成的能力 但是创造结果 所花费的时间似乎有快慢之别 从信力法则上的操作来看呢 我们变现出一个具象的事物的过程需要运作的时间 无法向特斯拉一瞬间之内就能够完成 或者是立即出现在眼前 其实所有在我们身边的事物呢 都由我们处在共振的频率之上 随时呢都在立即变现 任何呢与我们频率相匹配的事物啊 都会被我们吸引而来 这也符合特斯拉所说的 宇宙中所有的一切呢 都来自于物质和思想的共振 任何的事物包括你的思想 频率你发出的电波呢都是振动源 我们以为创造物质的事物啊是需要速度 其实只是我们的定义 信念挡在了外面 认为我们想要的一直吸引不到 不想要的呢迟迟不远离我们 这是因为我们不清楚自己的振动频率啊 我们如果只专注于吸引我们想要的 执着一定要有一个具体的实践的结果呢 就会以为正面的东西啊 才是我们所吸引的 负面的不想要的东西呢 是我们操作失败的结果 事实上任何外在的都是反映我们内在的状况 专注于振动频率啊 是有自在能力去操作以及修改因果的 我们从知道怎么做出转变 了解自己的信念来起步 从而就了解了特斯拉所说的一切都是共振 我们穷其一生都在转变之中啊 这个创造运动的方式呢 也是存在于运动的幻象背后的 真把焦点放在提升自己的振动频率 我们才会变得觉知 随着意识的拓展呢 我们内视的能力也会慢慢的开启 而且特斯拉的感官敏锐呢 还如蝙蝠一样 它的耳朵呢 就像天然放大的放大器 可以听到极远方的声音 小的时候特斯拉就因为多次听到邻居家 传来一般人微弱的爆裂的声响呢 因而解救邻居免遭大火之灾 成天之后呢 平常能够听到三个房间以外的钟表的低大声 甚至是当苍蝇在房间的桌子上降落的时候 它的耳朵里就会产生如雷鼓般的重击声 特斯拉描述呢 它在美国进行实验的时候 清楚的就可以听到五百五十里以外打雷的声音 它的助理啊 顶多听到一百五十英里以外的声音 而特斯拉的耳朵敏锐啊 是三倍有余 它的前额呢 还有特殊的感知能力 一旦当它发痒的时候啊 十二英尺以外呢 肯定有东西出没 特斯拉就回忆到啊 我听到其他房间的时钟在滴答作响的时候 一只苍蝇落在桌子上发出缓慢沉重的巨响 我的前额呢 就有一种蠕动的奇怪的感觉 我就会觉察到黑暗里有一个物体啊 奇特的存在 太阳光呢 会在我的额头里呢 引起可怕的轰鸣声 一辆马车驶过呢 会让我感到浑身的剧烈震颤 紧接着各种构思呢 如强光一般一闪而过 并且在瞬间就证明了它的真实性 那是一种令人疯狂的快乐 各种思想如崩腾的洪流呢 让我无法跟上它们的节奏 对于特斯拉的敏锐感官呢 当时的医生呢 却给予了药物帮助 却没有深入的探讨内在的灵性的意义 而特斯拉还有一项特殊的能力呢 预知力 他预言精准无别 他告诉过他的侄子呢 科赞诺维奇一件在曼哈顿发生的事情 那是在1890年 有一天他举办了一次盛大的宴会 宴会过后呢 有客人就准备乘坐一趟开往费城的火车回家 而特斯拉此时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迫切要求 他非要把他们留住不可 一定不让他们去乘这趟火车 果然呢 这趟火车最后发生了翻车以外 许多的乘客呢 都不幸的遇难了 特斯拉还预言呢 1912年的时候 铁达尼克号啊 很快就会沉没 为此呢 他还告知了一些好友啊 不要登船 当时特斯拉有位好友呢 约翰皮尔丰摩根呢 这个人是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大鳄 有亿万身家的富翁 他本来是要搭船的 特斯拉劝告他 不要乘坐豪华邮轮铁达尼克号出油 而摩根就相信了特斯拉 去票务处啊退了票 而另一个朋友啊 没有听从他的建议呢 还是选择了登船 最终呢 就随铁达尼克号啊 葬身大海了 在特斯拉晚年的时候 30年之中呢 预言了不少关于朋友的灾祸 基本都一年了 救过了很多世界富豪以及镇药 此外呢 特斯拉在临终前呢 也预言人类世界 将会发生两次毁灭性的灾难 并且说出了具体的时间 这两次的灾难呢 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并且预言的时间都非常的准确 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分毫不差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间呢 也只差了五六天 特斯拉呢 还在1926年预言了 以后会有智慧性手机的出现 在特斯拉的手稿中就提到 当无线电技术 已经被完美的运用的时候 整个地球将变成一个巨大的大脑 无论我们距离有多远呢 我们都能够立即的联络到其他人 不仅如此呢 我们还可以透过视讯的方式 听到和看到彼此 就像我们面对面交流一样 而能够完成这项功能的设备呢 会被我们直接装在衣服的口袋里 这个体积很小的东西呢 就是我们现代人啊 人人在用的智慧型手机了 这段话也涵盖了网机网络 远端视讯 以及我们现在细微长的东西 特斯拉在他75岁的时候呢 接受了时代杂志的访问 提出了以下看法 他说我觉得能够和宇宙间 其他的生物沟通啊 是最重要的事情 这一天呢 一定会到来 而到那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发现 他们是宇宙间的另一种人类 跟我们一样 他们也有工作 有困难 有痛苦 这样的发现啊 一定会带给人很奇妙的影响 并且呢 会成为一个宇宙国 就像现在的人类一样 他说的这句话 难道是他已经跟外星人 有过沟通了吗 在1899年的5月17日呢 这是一个静谧的夜晚 特斯拉呢 在自己的科罗拉多实验室里 研究大气电穴 通过他自制的接收设备呢 观察闪电信号 发现了外星人的无线电电波 他独自一人在实验室中 就打算用他发明的收音机 接收超自然声音 但最终接收到了一个 清晰不寻常的信号 后来呢 经过特斯拉研究理论发现了 这个信号很有可能是源自于 地球轨道上的某个物体 这个信号是来自于地球轨道上 有一颗名为黑骑士的神秘卫星 直到1932年才被科学家证实 而这些发现呢 则开启了宇宙无线电波领域的应用 目前呢 是用来侦测遥远恒星的讯号 以及其他未知的神秘讯号 从最初 特斯拉第一个接收到来自于 黑骑士卫星的信号开始呢 到它逐渐的引起人们的重视 一直以来黑骑士卫星 都在不断的发出神秘的讯号 而世界各地的科学家 以及民间无线电的爱好者呢 也在第一时间截获 并致力于破解这些信号的内容 主播呢 就是特斯拉在当时发现的 此外 它对闪电风暴的观测中 还发现了地球有一个共振频率 并以此原理发明了人造闪电 一种最高可以达百万电压 以及41米长的闪电 其释放的雷声呢 方圆25公里都可以听得到 特斯拉的奇思妙想啊 犹如泉涌 经常有无数的想法 涌现出来 将这样的灵感呢 记录在了它的手稿和笔记上 它的书房以及实验室呢 堆满记录了这些的手稿 此外它还能够和电子 粒子 引力沟通 特斯拉曾说啊 人脑波调制至高频率的时候呢 是可以通过心灵感应交流的理论 我们每个人都有两种能力 除了先天提及的 第一个就是吸引力法则 那第二个呢 就是心灵感应的能力 心灵感应呢 也就是两个心灵之间相互传送 接收思维 是星光层界里最常使用的沟通方式 星光层界呢 还能够意念转移物体 思绪呢 就像是无线电波一样 观测呢 则是另外一种意志力 控制物质的能力 目前超感官知觉的研究呢 已经普遍被科学界认可了 其中涵盖心灵感应 透视 处之力 预知力等等 有一些企业以及学界呢 还设置了ESP课程 主要是用来培养透视力 预知力等心灵感应的心灵力量 美国已经认可超心理学 是现代科学的一个领域 目前许多的学术机构呢 也有从事ESP的实验 并且呢 也都获得了具体的证明和结果 以前有个讲过的台大教授 李四成教授呢 他的一些实验结果 我们之前也讲过 有人认为心灵感应呢 只是少数特意功能人士 才拥有的神奇力量 其实呢 是每一个人都具有的能力 心灵呢 是一个大整体 我们发射出去的任何的心念呢 都在这个宇宙的 因陀罗网络中啊 相互交映 其实万事万物是相互融通的 共同构成了一大元气 但是并不会影响 其中一个个体的自由自在 任何一个事项呢 都与其他所有的事项相相互依存 相互为主 因此我们自然可以 跟宇宙中的其他一切生命 直接进行对话 有一些动物啊 并非我们所想的 不如人类进化 人经常自以为万物之灵嘛 以为有意识和心智呢 是极佳而独特的 但人类意识和心智的角度 却看不到动物的意识 灵性的复杂本质 因为我们对于进化的概念 可能是偏颇的 动物的精神感应的能力啊 比目前的人类可能更完善 人类需要透过语言 文字啊是受局限的事情 我们对别人说的每一个字呢 接收的讯息啊 都是根据人家的 对字的意思的经验的定义 来理解的嘛 因而接收到的 可能并不是完全的事物 唯有透过直接的精神感应啊 才能够完整且正确的 传达沟通我们正在想的东西 这远比口头说话 来得广泛的多 从特斯拉小的时候 就能够对复杂的数学题目进行啊 快速心算 此外 他的眼睛能够像照相机一样 过目不忘 脑袋能够像储存器那样 记下书本的每一页 特斯拉就确信啊 我们的创造力 并非源自于我们自身 他说我发明创造的灵感 应该是源自于宇宙 特斯拉的开创性的技术呢 足以说明啊 宇宙中的确存在着 某种神秘的数据库 是保存这个宇宙世界 所有资料的信息场 而特斯拉却可以进入其中 获取一些重要的信息 对此他说啊 我的大脑就是一个接触器 在宇宙里面啊 是有一个核心的 我们所获得的这个知识力量 灵感呢 全部来自于那个核心 现如今的奈米科技的晶片很小 可以装上很多的档案 中一看一个穴位呢 就能够看出完整的人体 而电子呢 是绕着质子中子来转 犹如九大行星 绕太阳旋转 只要观全室之理啊 便能知全室 微观跟宏观 其实是一样的 看小呢 就等于看大 特斯拉就认为啊 宇宙中所有的物质呢 大到银河系 小到电子 都具有智能 整个宇宙啊 都是带有智能的 有机生命体 它能够感觉到电子 电流 电磁的每一个 微小的量子的意识 它对待电呢 就像对待一个生命 它与它交流 向它发布命令 它说我和电磁的粒子 天生投机 彼此之间啊 关系密切 我想掌握它们的行为规则 每一个产生电磁效应的 基本粒子啊 都是极其复杂的实体 都是带有智能的生命 从智慧的角度看呢 它们丝毫不比你我来的差 与它们交流呢 是一件实时发生 极其正常的事情 特斯拉的这段话 就说出了 宇宙中的每一个万物啊 皆有灵 皆是有机体 所谓的有机呢 指的就是 整体中的每个部分啊 皆有意识 我们虽然和宇宙是一大整体啊 但却是与整体一样的意识 也就是说 我们具有完全一样的神性 所以从一个细胞 就可以看到一个宇宙的真相 这也是因为万物一体 无分别 一个细胞与整个宇宙呢 其实是相同 每个人都有两种认知能力啊 个体认知跟整体认知 既能够看到自己 又能够看到整体 也就是量子力学的玻璃二相性 那玻璃二相性呢 就说明从不同的角度 观察一个物体啊 可以看到 波也是粒子的双重性质 如道家的阴阳相生啊 是在同一个顽形中啊 被建构出来的 阴中有阳 阳中有阴嘛 而细胞呢 也不只是作为部分 细胞是会动的 每个部分都有它的整体 部分和整体啊 有完全一样的能力 这就是顽形 因此呢 宇宙虽然是部分构成的 但每个部分呢 皆有意识 而非啊 无星被创造 特斯拉就说啊 我们的感官只能让我们感知外面的世界很小的一部分 目前的科学所知的物质世界啊 它的生命只是大自然生命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肉眼所见啊 并非全部 其实只是看到了冰山一角 佛经也讲过啊 生命啊 欲包含肉眼可查的物系生态众生 以及无形的灵系生态众生 所以特斯拉就说啊 宇宙是一个多重次元相互重叠的世界 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三次元世界以外呢 还有其他次元的世界 以及其他次元生命的存在 他说在我们高度文明的亚特兰蒂斯时期呢 是有心灵沟通能力的 当亚特兰蒂斯人失去心灵沟通能力的时候 开始就发展出了语言 但是因为有无限记忆的能力 而不需要文字嘛 因为文字的作用是怕忘记 需要有一个辅助我们记住的工具 而那个时候的人呢 人人都有接近无限记忆的能力 所以每个人都记得住所有听过的话 就不需要有一个辅助工具 去把它记下来 对于转述给后来的人 或不知道的人呢 对方也都能够记得 所以很多远古的文明啊 我们都找不到文字 而我们现代呢 就很习惯用文字呢 来保存下来 但其实文字只是工具之一啊 我们很有可能会用各种的方式去解读这个文字 但不一定是原来的意思 因为语言是线性的 本身是具有二元性的 可以被各种人解释成不同的意义 或者是自认为是二分的意思 所以佛就说过啊 迷惑众生的都将词语跟事物画上等号 所以一旦有了语言呢 传达的信息啊 就会开始失真了 所以佛家也说过啊 当我们误导了最真实的本性啊 就会明白自己与其他人啊 其实是同一本源 无分彼此 免费干净的自由能源技术啊 是一百年前特斯拉给予世界的礼物 这些概念呢 在全世界上百个研究室中啊 已经被证明 但不见天日 当大家听到免费能源呢 有用之不完的这个电力 或者是每个月家里的用电呢 皆是免费的这种说法 可能会联想到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不用付出呢 就可以不劳而获 获以为是异想天开的天方夜谈 真正的自由能源呢 是一种先进的永续能源 定义为可以持续使用 能自给自足 能量非常充裕 可以由任何人自由的获取使用 不受到常规的社会力量的约束 不会被某些人或者是组织啊 轻易的限制的能源提取利用方式 它是低污染或者是无污染的能源科技 只要满足这些条件或者是基本满足呢 它就是自由能源 真正的自由能源不是不劳而获的概念 而是建立在能量会自行产生补充 以及生命本来就是在圆满 具足的宇宙丰盛的本质之上 反之呢各式的庞氏骗局呢 使得人类有资源匮乏的概念 使得少数的人呢 就开始抢夺利益 独占资源 而忘了宇宙的初衷 是建立在有限的概念之上 免费及无污染的能源呢 在现有的政治和经济的体制下无人问津 人类呢因此啊 无可避免就生活在一个煤石油 或者是其他核污染的世界里 以及各种能源危机的恐慌之中 地球近几年来呢 陷入了核战污染能源危机 威胁人类的健康和地球的存亡 我们却不知道特斯拉提出的免费能源 早已经能让我们不需要再面对这些危机 一旦自由能源始出呢 世界上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 都将充满了污染充足的能源 汽车呢从此不需要加油 汽车的碳排放和污染呢将会是零 火力发电核能发电 各种发电厂将不再被需要 不再有燃料以及核能反应 所产生的污染和废料 因此呢不会有耗尽地球资源的问题 例如石油与天然气 对环境完全没有任何的伤害 目前地球所使用的能源 皆是合成在制成 无论是量子分子粒子核融等 都没有能力凭空创造原体元素 东西越是经过制造呢 和改变原始的形式呢 越是和宇宙失衡 也就会失去很多的振动 自由能源呢 由于是自然界的能量 我们从地球取用的东西 使用时呢 也并没有大幅的改变它的分子构造 那么它在能量的层面呢 是协调的 透过平衡所创造的能源呢 才会干净 免费 无污染 在1889年呢 特斯拉就开发了一个系统 通过这个系统呢 能源可以自由的使用 这个系统呢 就是特斯拉线圈了 特斯拉线圈呢 仍是一项科技发明 本质呢 就是我们的电容器和变压器 其特性呢 就是能够产生出啊 既高频又低电流的高压交流电 配合无线电传输技术呢 则可以无限的将电力传输至远处 使人类能够进入一个无污染 免费能源的生活里面 在我们现今的生活中 只应用了无线通讯这方面的技术而已 该线圈呢是借着地球本身 用直播完的磁场 从而运用磁力共振的方法呢 将空气中的电子振动出来 电子呢 有效地诱导为一股啊 规则性的电流 经过收集和转压呢 产生极高的电瓶电流 一旦高频的能量开始绕设备旋转呢 它就产生了一种自我强化的振动 这一振动呢 以多种方式被放大 转化降频 最后成为电能或者是我们地球上 其他设备可以利用的能量 它是一种引导使用啊 收电容器能够抽取其空间本身的能量 因为高频高压电波呢 在共振的效应下而变成有规则的电流 进而收集为一项免费能源 只要借着特定的接收电容器呢 作为减频 便能够在遥远的地方啊 也能将该处于空间中的所处的能量电子呢 收集为电力 此线圈的模型中开发出的能量波呢 能使整个地球内部啊 都存在着这样的能量波 整个地球的每一处的地方 既可以享受到免费电力的生活 这种免费能源呢 在1889年的特斯拉的 科罗拉多实验的时候发现的 当时特斯拉在科罗拉多州的 科罗拉全开始进行高频高压实验的研究 将讯号呢 从派克风呢 送到了巴黎的无线电传输 他在自己的实验与发现的基础之上 通过计算得出了地球的共振频率 准确的应该是7.83赫兹 这就是后来的舒曼共振 舒曼共振呢 是德国的物理学家 舒曼发现了距离地面 约100英里的天空有一层 环电离层 它会随着日光的强弱发生变化 与地球的表面呢 刚好就形成一个空腔共振的空间 在这个空间共振器呢 就好像是一个微波炉一样 电磁波呢 以7.83赫兹呢 进入到这个空间里面的话 它就能够在这个空腔里面 通过一个共振 从而传播很长一段时间 不会消散 也就是说能量不会减少 就像是在地球上有一点 叫A点 这个A点呢 有了一个7.83赫兹的电磁波 就能够绕着地球环一圈 其他频率的电磁波呢 都会在传播的过程中啊 慢慢的削弱 最后就不见了 只有这种频率的电磁波呢 可以绕地球环游一圈 而且这种能量的减幅是非常小的 所以地球上充斥着很多这种输慢波 这就是频率处于7.83赫兹的能量 这样的能量可以在地球上保持很长一段时间 这个能量呢 应该就是特斯拉所描述的宇宙能量 也就是所谓的免费能源了 只要再建立一座大型的特斯拉线圈啊 纵使接收的电容数量呢 不断地增加 也绝对不会影响 线圈所供应的电力的输出量 因此缘故呢 就算同时使用大量的电容器作为接收器呢 也不会降低特斯拉线圈所发出的电力 也就是说 只要该线圈呢 输出是600瓦的电力 方圆35英里以内呢 所有的接收电容器都可以接收到600瓦的电力 就算在这35英里内 增加到1万个或100万个接收电容器呢 都可以接收到空气中的600瓦的电力 这种高频电流可以由空气 远距离的无线传电达至另一个接收器 并对人体绝无不良影响 特斯拉当年在芝加哥举行的 哥伦布纪念博览会上呢 就曾展示过啊 经由特斯拉线圈输出的高频电流 经过自己的身体 而使一颗无线的灯泡发亮的绝技 它将5060赫兹的交流电脑 转化为高频的电流 然后即使经流人体呢 也不会导致出现电走的情况 后人从理论上就完全证实了 这种方案的可行性 不但不会对生态造成影响 也不会甘愿无线电的通信 这就是特斯拉线圈 与一般免费能源发明之分别 比如只要在城市的数个位置上 建设了特斯拉线圈呢 整个城市的每一处地方 既可以享受免费的电力生活 我们所有的交通工具 手机 电脑 电梯 日光灯 冰箱 电视 冷气等等 都可以使用免费的电力 特斯拉线圈呢 也能够运用在无人机的使用上 目前华盛顿大学的一名电脑科学家呢 乔书亚史密斯 试图就解决了包括无人机 地面机器人在内的 自动化产品的充电难题 他希望能够抛弃掉物理的连接方式 当机器人或无人机 电量低的时候呢 只要在靠近充电设备 半米或一米左右的范围内 即可完成充电补给 特斯拉很清楚啊 地球的电磁场中 固有的能量振动的关系 特斯拉线圈的线路和原理呢 都非常简单 但要将它调整至 与环境完美的共振 是很不容易的 特斯拉呢就是擅长掌握 关键技术的人 就如特斯拉的精神或心灵的沟通 他能够直接的心灵感应的 接收到能量以及宇宙的信息 他知道利用每秒7.5个周期的 地球的频率呢 他是用行星的周长除以光速 就得到了该行星啊 世界的频率 用每秒186300英里的光速呢 除以了25000英里的地球的周长 就得到了每秒7.5个周期 在那个频率上震动的发射塔呢 将会产生一个从发射塔内向外循环的辐射 波长呢正好与地球的直径啊 相等的一种波 因此呢这个波呢就会到达赤道 到达地球的另一级 反弹回来呢 这会创建一个一连串与整个地球和谐共振的震动 这一串的震动呢会刺激影响 结晶整个地球的电磁场 同时呢给整个电磁场提供能量 这一切呢只需要利用插入到地下的任何导电材料 就能够随时的汲取那些能量 这就好像是把整个地球就变成了一台啊 超大型的发电机 地球是一个巨大的电容器 利用发明的设备就可以免费的从自然界获取巨大的电能 而且能够远距离的无限传输 地球上的任何地方呢 只用一个简单的终端就可以享受源源不断的电能了 这种能量不需要以某种形式储存或者强化 因为宇宙中就存在着无穷无尽 永远不停歇的能量供应 这种能量不断的在星球内外流动 只要把能量引导到需要的地区就可以了 所以特斯拉很清楚啊 地球上的电磁场中固有的原始能量的震动关系 他知道这些原始能量的震动总是可以被引导 并转化为任何可以想象的能源 在1891年 尼古拉特斯拉在一次演讲中就讲到 几个世纪之后呢 也许我们可以从宇宙中的任意一点 提取能量来驱动我们的机械了 用今天的科学的语言解释呢 这种能源呢 就是真空零点能 自由能源呢 是指利用特殊的技术 夺取了电子电场作为能量输出 而电子从环境中获取能量 以及恢复自身的电场的过程 目前的物理学家知道呢 宇宙的空间当中呢其实充斥着 充满了能量 即使在真空中啊 这些能量也依然存在 而且这些能量呢并不是静止的 而是无时无刻的都在流动 自由能源的发电机呢 就是透过捕捉这些流动的能量 来产生电力的 佛家就说啊 真空不空 所以从学习物理学开始呢 我们一直都以为真空是空的 没有任何的物质 但实际上呢真空并非空无一物 这个说法似乎是相互矛盾的 真空怎么会不空呢 当物理学家把所有的物质能量 从一个封闭的空间抽去之后呢 虽然已经是真空看不到了任何的东西 但很奇怪呢 还是可以侦测到一些东西 依据量子力学显示呢 大爆炸之前呢 没有任何物质 没有时间 没有空间 只有充满了量子掌握的 沸腾的空间 而这片真空中蕴含着巨大的能量 真空中到处都充满着 称作零点能量的电磁能 这一概念是来自于 量子力学的核心理论 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 在绝对零度下呢 任何能量都应该消失 构成物质的所有的分子 原子啊 均应停止运动 可就是在绝对零度下呢 还是存在的一种能量呢 能让粒子呢 还在震动的能量 这就是真空的零点能量 或者是称之为真空能量 为什么在真空之中 会存在零点能量呢 海森堡的测不准原则里 就说明啊 不可能同时知道 同一粒子的位置和动量 科学家就认为呢 即使粒子啊 不再有任何运动的时候呢 它仍然是继续抖动的 能量的情形也是如此 这就意味着 即使是在真空之中呢 能量会继续存在 真空能量啊 导致粒子一会儿在这儿 一会儿又消失 能量呢 也是在这种被科学家 称之为起伏的状态中 而诞生的 科学家们就宣称啊 宇宙空间呢 是广袤无垠 但又高度真空 真空的起伏 蕴含着巨大的能量 任何的体积的真空啊 都可能包含着 无数的起伏 因而也就含有 无数的能量 这就是真空能量的存在 是自由能的定论 是一种不容否认的证据 最早呢 这种零点能量呢 只出现于理论 直到卡西米尔效应的出现 那是在1948年 荷兰的物理学家呢 亨德里克 卡西米尔呢就提出了一项 检测这种能量存在的方案 卡西米尔想要证明 真空能量的存在与否呢 因此就设计了一个实验 真空通常被认为是空洞 但卡西米尔呢 研究显示这些空洞啊 的确有电磁波的波动 根据上段所说呢 量子敞论呢 真空不空的概念呢 在即使没有任何物质存在的 真空之中啊 仍然有能量的涨落 其理论就是如果把两个非常薄的这个金属板放在一起 在这么小的距离之间 如果有真空能量的话 就会产生真空能量中的不平衡 或者是量子涨落的失衡 会对这个薄板呢 产生推力 由于这些金属板非常的接近啊 但却保持着一点距离 如果真空最小的波长后 外部的压力真的产生了 那就会将板推在一起 藉由此可以证明真空能量的存在 从理论上看呢 真空能量以粒子的形态出现 并不断的以微小的规模呢 形成和消失 在正常的情况下 真空中充满着几乎各种波长的粒子 但凯西米尔就认为呢 如果两个不带电的金属波片 紧紧的靠在了一起 较长的波长呢 就会被排除出去 紧接着呢 金属板外的其他的波 就会产生一种 使它们相互聚拢的力 所以金属板越靠近呢 两者之间的吸引力就越强 在1996年呢 物理学家首次对这种 所谓的凯西米尔效应进行了测定 给两块金属板呢 微微充电 电压呢 尽可能的提高 再将之啊 接上电池 当真空把两块板拉近的时候呢 电荷相互排斥呢 并流入电流 令它充电 这时候无穷无尽的能源 自由能源便产生了 近年呢 哈佛大学跟其他地方的研究 证明了凯西米尔效应是对的 从那个时候起呢 这个实验啊 就被许多的科学家 验证了很多次 现在被称为卡西米尔效应 在1998年呢 美国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和 奥斯丁啊 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啊 用原子显微镜就测出了零点能 也就是说 即使在绝对零度呢 这种真空活性 仍然存在着 狄拉克呢 就从量子常理论中啊 对真空态进行了描述 他把真空啊 比喻起伏不定的能量之海 我们都认为 在宇宙的唯一的真实存在呢 就是我们周遭所能感知的空间的 这个现实世界 我们以为在整个宇宙中 所有的物质呢 都是固体的 其实并非如此 我们周围的空间充斥着 其实是一种纯能量 被称为真空能量 此外呢 这种真空能量的密度是无限大的 在一个空无一物的空间中啊 到处都同时出现着电子和空洞 它们会瞬间的出现和消失 然后呢 又回到原来的地方 这种永远保持着渗透关系呢 会在真空的深层里面不停的产生 也因为有这种真实粒子与虚拟粒子 量子纠缠的作用 才会形成你在收音机里面听到的静音干扰 也就是那种擦擦神 同时呢 这也是产生万事万物 可见宇宙的来源 其实在微观的世界里观察所有的物质啊 并没有所谓的绝对实体存在 一切可观察的感受的对象都只是震动而已 由于震动频率产生的万物 其实观察感觉的差异 也是频率差异所造成的现象 但是因为我们的物质心智啊 不能够知道这些活动嘛 所以大部分的人呢 就不认同 其实自由能源就是一个全新文明的开端 它的传播呢 将为人类带来一次飞跃啊 就像是人类当时刚发现火一样 它是一个波动的能量之海 预测在不久的将来呢 人类将能够在真空中获取能量 所以太空飞行器啊 星际旅行所需要的能量呢 就可以在任何的时间地点 从真空中获取 并取之不尽 用之不完 特斯拉就说过一段话 按照一种违背现有理论的方法呢 可以生产出来一台自动引擎的机器 它虽然没有生命 但却可以像生命一样 从任何的地方中获取无穷无尽的能量 也许特斯拉呢 已经找到了零点能的利用方法了 但是很可惜呢 由于各种原因啊 没有流传下来 自由能源过去所面临的打压和威胁 是非常严重的 超乎我们的想象 假如一个发明家啊 若在能源的技术上有所进展 即使是他的发明不是自由能源 但是效率呢 已经高到足以啊 取代传统能源了 他就会受到威胁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呢 一直被打压的这些科技呢 都被锁在了黑色的预算项目里 需要神的力量呢 才有办法让他们被解锁 然后造福人类 在1931年呢 爱因斯坦啊 在时代杂志呢 对特斯拉的评论说 作为高频电流领域的 杰出的先驱呢 我祝贺你啊 一生的工作 取得巨大的成就 当时爱因斯坦呢 还曾经被记者访问啊 作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类 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爱因斯坦回答道啊 我不知道 这个问题呢 你得去问 尼古拉特斯拉 而川普的叔叔呢 还曾经奋命啊 整理特斯拉的论文 美国的前总统川普呢 他的亲叔叔啊 是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 科学发明家 名叫啊 约翰·乔治·川普 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呢 约翰·乔治·川普啊 曾担任雷达分部主任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卡尔·康普顿的技术助理 在1943年 特斯拉在纽约的一家酒店 因心脏病衰竭而逝世 政府指派呢 约翰·乔治·川普啊 去整理特斯拉的论文 免得失传 二战结束以后呢 约翰·乔治·川普呢 与荷兰的物理学家 勒伯托·杰米森 范德·格拉夫呢 就合作开发出了 范德·格拉夫起电机 该电机呢 被开发为用于啊 物理研究的粒子加速器 其高潜力的用于 在真空管中 将次元子粒子 加速到极高的速度 这或许呢 就是特斯拉的遗产 为什么教科书里 没有提到特斯拉呢 一是说特斯拉啊 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现在大名鼎鼎的 名声大造的特斯拉汽车了 其实特斯拉汽车的命名呢 也是在向尼古拉特斯拉 这位伟人致敬 特斯拉发明的电动机呢 也就是汽车的马达 而马斯克的汽车特斯拉公司呢 就是为了纪念 特斯拉一生的发明武术 他在19世纪末呢 和20世纪初啊 对电和磁性 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事实上在现如今 我们能够认知和采用的发明啊 皆是他40岁以前的发明 有人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如果没有特斯拉的出现的话 那么整个世界的发展呢 至少延缓半个世纪的时间 这还不包括他40岁以后的发明 因为他40岁以后的发明呢 都一律的被压抑和封锁 在1943年呢 特斯拉离世之后 所有关乎他的资料 无论是在报纸杂志书籍上呢 皆被人删除和修改 致使这位伟大的发明家呢 仿佛从来没有来到过世界上一般 无人传送他在科学上的贡献 而特斯拉的多数发明呢 皆能够让他成为百万富翁 但是他却没有因此而获得巨大的商业成功 晚年时期呢 群控潦倒 孤独死去 他的许多论文呢 因为科技水平啊 远超人类当前的认知 而且被美国的FBI秘密封存 他是一个被低估的天才 因为在百年前呢 就可能有未来的科技 我们今天啊 生活的方方面面 都得益于特斯拉的贡献 因为特斯拉的第一项重要的发明 就是交流电嘛 在1882年呢 他继爱迪生发明直流电之后 不久啊 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台交流电发电机 他在交流电电子系统的发展中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而交流电系统呢 就是我们现代仍然在使用的电 电机以及高压变压器呢 也是对现代世界工业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此之前呢 人类使用的是 爱迪生公司的直流电系统 直流电系统的成本又高 又无法进行长距离的传输 而特斯拉的发明的交流电系统呢 则彻底的解决了这些问题 特斯拉改进的现代交流电系统 至今仍然汇集着数十亿人类 特斯拉的第二项重要的发明呢 是无线电技术 在1897年呢 它使古列默马可尼的 无线电通讯理论成为现实 人们知道智能手机 电脑 电视机 导弹 地图 导航 卫星 宇航飞机 轮船啊 这些设备呢 都需要使用无线电技术 而特斯拉早在那个时代呢 就已经研发全球无线电网络了 建成后这个世界呢 就不需要电线了 还有一项呢 是太阳能无线传输 如果人类真的掌握了这个技术 就意味着手机等设备 随时随地都可以远程的充电 人类的能源产业呢 将被彻底的颠覆 而特斯拉的太阳能电力 无线传输技术呢 也被认为是已经研究成功了 当时的特斯拉对磁场的认知 可以算是前无古人 后人呢 更是以磁力线的密度单位 依特斯拉到一万高斯 以表扬他在磁力学的贡献 所以特斯拉还是迄今为止 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在实验室的条件下 模拟和制造出火球的人 并对等离子体呢 有精深的研究 特斯拉还率先的提出了概念 有电子显微镜 雷射 电视 行动电话 网机网络等 许多其他与我们日常生活 紧密相关的事物 在1898年呢 他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艘 无线电遥控船 他将其称作远程自动化 当时呢 特斯拉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一次 电学博览会上呢 向公众就展示了无线电遥控船 他通过无线电波呢 来操作螺旋桨和灯光 从而就成功的控制着 无线电遥控的船只 我们当今的电视和车库的门的遥控器呢 就是运用到这项技术 而特斯拉的无线遥控的船只 也启发了无人驾驶飞机的创造灵感 特斯拉特别专注于 利用无线电传输的能量 并认为在高海拔的地区啊 也是可以实现的 所以在1899年呢 特斯拉在克罗拉多斯普林斯呢 建立了一个实验室啊 做研究 他在那里就制造出了 规模与能量最大的特斯拉线圈 将其称作放大发射机 放大发射机呢 有三个线圈 只近为52英尺 可以产生数百万伏的电流 并制造出啊 当时最大的人造闪电 放大发射机呢 是特斯拉发明的 沃登克里佛塔的前身 而沃登克里佛塔呢 可以向全世界免费传输电力 和提供通讯 直到2015年呢 无线电力也没有在家庭中被普及 虽然这项特殊的项目呢 并没有成功啊 但它的前景还是很可观的嘛 特斯拉说呢 当无线电可以被完美的应用的时候啊 地球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大脑 本质上呢 所有的事物啊 都是真实而高运率的整体 而有一致性 我们可以无视距离的阻隔 彼此之间的能够计时通讯 即使相隔万里呢 我们还可以通过通讯设备啊 看见彼此 完全就像我们在面对面交谈一样 这就是我们现如今的智能手机了 在1908年呢 特斯拉还设计了第一座无线电传输塔 名为沃登克里佛 又称作特斯拉塔 连同一座实验室呢 建在了纽约的长岛 这个规模庞大的电容器呢 试图利用啊 地球的能量厂 可以聚集起1万安培的电流脉冲 而且电压呢 会一直保持在1亿幅 也就是说可以制造出 可怕的1万亿瓦的电能 100年前 特斯拉就能以脉冲的方式啊 输送1万亿瓦电力 然而科技发展至今呢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室内发电机啊 是在巴黎的电力公司 能产生稳定的600万伏特的电量 100年前的尼古拉特斯拉呢 却轻轻松松的能够达到1亿伏特 至今的科学家仍然解不开这个谜团 倘若当时特斯拉成功了 另100年前就有无线电力传输 无线充电技术啊 并是大功率的 会让当时的1900年的世界 提前到达2350年 而特斯拉建造的沃登克里佛塔呢 与发电站连接起来呢 根据地球的自然导电性 使得电量呢 能够在空气中传播 电气就能够从这种塔中而获得电能 而这座塔的圆形 其实就是古代金字塔的圆形的重现 近年来呢 科学家认为啊 金字塔呢 就是一个巨大的无线电放大器 能够收集和放大电磁波 金字塔中呢 也有高密度的石英晶体 是由包含着高密度石英的花岗岩所打造 本身实际上就是巨大的晶体天线 连同方间碑呢 可以组成一个全球无线能量传输的网络 其传播能量的方式呢 与特斯拉设想的方式是一样的 所以特斯拉曾经就说啊 宇宙中的任何一个小部分呢 都包含着整个宇宙的所有资讯 其中还藏着某个神秘的资料库 又保存着宇宙的总体资讯 我只是很幸运的可以进入到这个资料库 去获取讯息而已 所以总是能够将它发明啊 调整到与环境完美的共振 并运用自如 特斯拉的另一项理论上的发明呢 被称为特斯拉飞行器 它看起来像是一架离子推进的飞机 外观通常与雪茄或者是茶杯的形式出现 特斯拉称呢 它的研究目标之一呢 是创造一种飞行器 可以在不使用飞机发动机 机翼 副翼 螺旋桨 或者是燃料的情况下运行 最初呢 特斯拉研究了一种飞行器 它将使用由接地基站供电的这个电动机来飞行 在二世纪初呢 世界见证了活塞式的发动机汽车工业中的新奇 特斯拉呢 也开发出了自己的涡轮机发动机 而特斯拉的涡轮机发动机是无液式的 使用的是光滑的圆盘呢 在燃烧式中旋转 在燃料进入带有圆盘的主要燃料式之前呢 燃烧就可以使圆盘啊旋转 从而带动发动机运行 特斯拉呢 在1909年测试该发动机的时候 就发现它能够达到60%的燃烧效率 令人深思的是 目前我们才只获得了42%的燃料的能量的转换率 然而因为商业的理由呢 燃油销数呢 能够让人类获得更多的利益 因此呢 活塞式的发动机啊 仍然是如今使用的常态 在1908年的通古斯大爆炸呢 科学家就发现啊 这个爆炸类似于一个氢弹的爆炸 在2150平方公里的森林呢 都被摧毁 而俄罗斯以及欧洲的夜空因此亮了好几天 伦敦的气压仪呢 甚至记录下来了气压的不正常变化 当时没有人相信这种爆炸能够是人为操纵的 而这个爆炸的起因呢 科学家提出了很多假说 最大的疑问是 没有任何的撞击或者是外来物的遗留 于是呢 传说就是因为流星在空中爆炸所致啊 或者是核爆啊 陨石撞击UFO爆炸等等 但是根据通古斯大爆炸后 树木碳化程度以及土地雌化现象的发现呢 这更像是球形闪电的爆炸 也就是放大发射机所释放的巨大能量 可以确定的是啊 在通古斯大爆炸发生之前呢 特斯拉就经常出入图书馆 并大量的查阅通古斯大爆炸所在的地方 西伯利亚地区的秘密资料等等 所以外界就认为 通古斯大爆炸就是特斯拉在进行啊 远距离的无线电能量传输实验 在那个时代呢 也只有特斯拉才能够有技术之行 相当于广岛原子弹1000倍的能量释放 现如今呢 仍然有科学家就认为啊 这是特斯拉利用啊 沃登克里佛塔进行的无线电传输实验 另外一个先为人知的是 特斯拉还是核武器关键技术的掌握者 人们都知道原子弹之父啊 朱利叶罗伯特奥本海默呢 实际上是特斯拉的一位徒弟 政府对特斯拉的发明非常感兴趣 在特斯拉的众多档案中啊 有一封写给联邦调查局FBI的第一任局长的 特斯拉在第一篇文中就提到了致命射线武器 以及对未来战争的至关重要性 并强调了拥有这种武器的国家 将比任何敌人拥有更强大的优势 比如死光啊 在一种理论物理学上呢 利用粒子素或电磁波呢 为基础的武器 除了死光呢 特斯拉还研制出了一种 当时地球上没有其他国家拥有的鱼雷 是一种拥有推进能力 在水下移动的攻击型武器 特斯拉死后呢 政府急于战友以及掩盖它的档案和发明 因为担心特斯拉的作品落入敌人的手中 敌人会利用这些发明了 在战争中取得优势 而特斯拉还有一项研究发明啊 与UFO飞碟极为相似 他在1911年的时候啊 就开始研究颠覆认知的反重力飞行器了 根据特斯拉的口述呢 他正在研究飞行器 不用推进器 也没有翅膀 并且能够在空中保持绝对的静止 即使是在大风的环境中呢 也能够相对平稳的飞行 因为流传出来的资料过少呢 许多人就认为 特斯拉并未成功的研制出这种跨时代的飞行器 但是也有许多人认为呢 特斯拉已经完成了这种飞行器的研究工作 因为美国当时频频出现了不明飞行物UFO 很有可能呢 就是这种飞行器 另外特斯拉还有一个发明叫做掉飞碟技术 也叫引力门 人们一般认为飞碟都是在另外的空间超光速飞行 而特斯拉就设计了一个技术 让飞碟呢 在另外的空间可以像通过一道门一样 瞬间的到达地球 而特斯拉也曾经说过 我认为没有什么比星际间的交流更重要的了 这种交流呢 肯定会在某一天到来 他认为宇宙中呢 还有其他的生命 并且呢 未来呢 会对地球的人类产生不可思议的影响 而且宇宙间的生命体呢 会如同永恒伟大的人性一样 如同手足 另外呢 特斯拉说明啊 自己已经接收到了来自于火星的信号 关于火星呢 他曾经这样描述啊 他说我在克罗拉多的第一次观测呢 在直径几公里范围内 没有任何的无线电干扰 我排除了它们来自地球的可能性 我也排除了来自于太阳 月亮 金星的影响 正如我说的 这些信号啊 是有规律的数字重复构成的 之后的研究使我确信呢 它们一定是从火星上发射的 他对于当时的发现呢 他说我是第一个听到一个行星 对另一个行星问候的人 我不只是抱着一种幻想 而是看到了一个伟大而深刻的真理 在1900年呢 特斯拉宣布截获外星无线电信号 这在当时对于所有的人来说啊 是一个全然陌生的概念 当时的人大家都傻了 根本就没有听说过什么是外星人 而特斯拉曾经说过啊 如果你知道369的秘密呢 你就掌握了通向宇宙的密室 他计算出行星交界点呢 跟369有关 他认为369不仅仅是某些发明的关键呢 也是宇宙的关键 数字369啊也被称作开悟的象征 数字3呢是宇宙意识 以及贯穿宇宙的能量 3和6呢是被9管理的 而数字6和9呢是以3为基础震动 他说宇宙中的万物呢就像电力 都是这个磁场的对立 而数字9呢就是二元对立的统一 也就是宇宙本身 既是共振能量以及频率 如此种种啊不禁的令人怀疑呢 特斯拉到底是不是未来来的穿越者呢 人类从数十亿年前的远古文明发展至今呢 为何只有在特斯拉那短短的一百来年呢 地球上所有的科学和技术都开始出现了新的突破和成长 难道它真的是如解密文件中所说的来自精心吗 根据FBI保密的规则呢 超过50年的绝密文件呢是要被解密的 在2016年呢 FBI在其官网上解密其中的两份关于尼古拉特斯拉的文件 在2018年呢又解密了第三份 在这三份文件当中呢 前两页呢是一份书信 而第三页呢 划线的部分啊 显然是提到了特斯拉这个惊天的秘密 上面说特斯拉来自于精心 他是一个外星人 在特斯拉从事他所热衷的科学研究的领域当中呢 许多的宇宙人曾经来接触他 帮助过他 因为他也是一位宇宙人 他来自于精心 这份档案已经公布呢 震惊世界 这一份FBI公布的一份解密文件呢 名为尼古拉特斯拉part3 它是FBI解密的关于特斯拉的第三份文档 一共有64页内容 在第三页呢 有这样一段话 宇宙人曾多次的接触尼古拉特斯拉 并且告诉FBI呢 是来自于精心 那是1856年啊 那个时候特斯拉呢 被带到地球 交给了一对南斯拉夫的夫妇抚养 也就是说特斯拉呢 并不是地球所身 那么特斯拉从精心来地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外星人多次接触特斯拉又有何用意呢 为什么外星人要告诉我 FBI特斯拉真实的身份呢 事实上 美国与外星人的传闻呢 一直备受舆论的关注 美国的51禁区呢 更是被指有外星人藏身于此 一直有这样一种说法呢 就是外星人呢 已经跟美国人开始合作了 而美国的科技之所以要领先呢 比如说航太技术 飞机引擎技术 其实都是外星人所提供的技术 在1856年呢 特斯拉被带到了地球上的时代呢 地球人呢 尚未开始发展科技 而外星人呢 就用了约百年的时间呢 持续的帮助地球人呢 逐渐地进入了科技时代 因此他们的使命呢 是推动人类文明的科学进步 包括我们目前经常使用的 电脑手机啊 网络等等 书上说呢 都是外星文明的协助 地球呢 才会有如此快速的发展 而特斯拉的发明的领先世界呢 数千年以上 只是人们了解的 仅仅也是他40岁以前的作品 他之后的大部分的发明与科学发现呢 都被FBI没收啊 并作为了最高等级的机密 特斯拉来自金星的这种答案呢 还仅仅处于一般机密 由于保密的年限到期呢 美国掌握的机密呢 已经够慢慢公开了 每50年70年呢 就能公开一部分 而最高机密呢 至少要100年才能解封 这不禁得让人好奇啊 特斯拉究竟还有什么秘密档案呢 关于特斯拉的外星身份呢 也不乏有相关的资料揭秘 在1940年代初呢 亚瑟·马修斯与特斯拉合作了一本 名叫《光之强的书》 而此书来自于一种 无法穿透的立场装置 这本书呢 从1971年开始 就受到了版权保护 这也是特斯拉唯一一步 不是讨论科学技术的著作 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呢 是由特斯拉执币 马修斯呢 负责第二部分 而特斯拉在里面就谈论到了 他年轻的经历 他的体验 他的研究 以及自己不凡的一生 这本书中 亚瑟·马修斯就写道 特斯拉一直认为 自己其实是个金星人 他和我说了很多 而且金星太空船的船员 在他们的第一封交流的信息里 就有提到 在1856年的7月呢 有一名男孩呢 在他们从金星 前往地球的途中就出生了 他身在了太空船上 后来那个男孩就被送到了 靠近克罗地亚利格区的 格斯皮克·斯米莲 而马修斯还提到了金星人 登陆了在 他位于加拿大家的情形 事后呢 还告诉他说 特斯拉也是他们的一份子 话而言之呢 他就来自于金星 根据马修斯所说呢 特斯拉是在1856年的7月的 9号到10号的午夜时分 出生在太空船上 这个婴儿之后被托付给了一对 善良的地球的父母照顾 当然他们啊 并不是他真正的双情 特斯拉还说 他是透过在1898年建造的 特斯拉镜来与金星人沟通的 后来呢 又在1938年重建了一架 每当与金星人开始联络的时候呢 镜子就会发出巨大的嗡嗡声 特斯拉说呢 金星的太空船啊 是由两个人来引导他的 而且这种船是没有任何物理机制的 因为他们都是通过思想投射来完成操作的 这艘飞船似乎是由金星研制的 看上去呢 像是两个巨大的碟子 在离船体大约20英尺的地方呢 有一条被称为导向环的无支撑材料带环绕着 它似乎是某种磁力固定住的 这艘母舰搭载了24艘小型的太空梭 地面车 船员 花园 娱乐区 自习室 会议室等 在1959年呢 一位名为马格丽特斯托姆的女士 就写了一本自己出版的书 这个书里面的贯穿的思想呢 就是特斯拉是从金星飞来的超级生物的化石 书中就提到特斯拉是金星人 他是一个在婴儿时期就乘坐太空船来到地球的 他长大成人 完成了他的伟大使命 将宝瓶座时代 就是整个人类的文明呢 推入进入了灵性文明的倾向 提升到了荣誉的高度 马格丽特就曾经采访过特斯拉身边的人 还研究过他和他学生所有的论文 关于金星与外星通讯的消息呢 是从特斯拉有密切交情的人员那里得知 而特斯拉在1938年呢 就通过自己发明的无线电通讯装置和宇宙取得过联系 去世后呢 他的助手们啊 也是通过这个装置 从外星朋友那里就得知了特斯拉是来自于金星的消息 还有一位来自于金星的女人 叫欧米娜·欧涅克 在1966年当时才18岁的她 就说到 尼古拉特斯拉呢是从金星来为我们提供帮助的 从这些资料我们就可以知道 或许这一位一手缔造出我们现在工业文明的开创者 其实是一位外星来客 他为帮助人类而来 相比地球宇宙的深处呢 才是他的归属 但是金星真的有生命吗 一个重要的问题就出现在了我们面前 金星是一个没有生命迹象的星球呀 金星它的名称呢是源自 罗马神话的爱于美的女神维纳斯 在太阳系的八大行星里面 是从太阳向外的第二颗行星 公转周期为224.7个地球日 它没有天然卫星 人类自从进入了太空时代呢 对金星的研究啊就没少过 因为金星是除了月球之外距离最近的天铁 它的大小质量体积啊 遇到太阳的距离啊 与地球相似 不少有天文常识的人啊 皆认为金星是不可能有生命存在的 因为金星有着四颗类地行星中啊 最浓厚的大气层 其中超过96%呢 都是二氧化碳 表面的大气压力是地球的92倍 它的温度呢 也比地球高很多 表面温度能够达到485摄氏度 比最靠近太阳的水星呢 还要热 寸草不深 形同炼狱 远远超出了生命温度承受的范围 它在过去呢 可能拥有海洋 但是随着失控的温室效应 而导致了温度的上升全部蒸发掉 因此金星的表面是干燥的荒漠景观 此外呢 还随时啊 下着腐蚀性的极强的酸云 能够轻易的腐蚀常见的金属 如此高温高压和硫酸云的恶劣环境呢 这也是人类探索金星主要的困难之一 因此呢 科学界啊 至今呢 对于金星啊 所知有限 然而国际研究团队呢 在2020年自然天文学的期刊中就表明啊 对于金星的研究呢 科学家有了重大的突破 在2017年呢 透过位于夏威夷的詹姆士克拉克 麦克斯威尔望远镜呢 2019年 透过位于智利的阿塔卡玛大型的毫米 以及4毫米波列阵呢 无线电波望远镜啊 观测得知 金星上呢 正在发生一些完全超出人类意外 以及高度引人注意的事情 因而产生了我们对未曾预计会出现的 少量的零化氢气体 经过分析呢 唯一可能解释的呢 就是金星上有生命存在 主要的研究者呢 卡蒂夫大学的天文学家 古瑞夫斯呢 就表示啊 非常意外 美国的航太总署的署长 布莱登斯坦呢 也表示啊 这是目前为止啊 寻找外星生命过程中 迄今最大的发展 金星上如果有生命啊 金星人口中的金星 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不只是特斯拉 还有一位叫 欧米纳欧涅克的 也自称来自于金星 欧米纳呢 是2014年 挪威国际UFO会议上 说她来自于坦萨尼亚星球 也就是我们所称的金星 她在那里出生 而且呢 她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啊 就决定要来地球 欧米纳出生在金星的星光层 这是比我们地球的物质层 要高一个级别的以太层 她在七岁的时候 当时啊 是我们的1955年 她就告别了金星的家人 在叔叔奥丁的陪同下呢 先是经过金星上 被称为瑞茨的城市啊 算是一个通道 那里呢 是金星上唯一一个同时 可以存在于星光层和物质层的地方 她在这个地方呢 某处的圣殿中 就取得了物质身体 然后把自己的振动频率啊 由星光的维度啊 降低为物质维度 也就是说 可以在我们地球的第三维度 显现出的肉体 她接受了显现成物质身体 来到地球继续生活 因为这样 她就可以保留其意识和灵性的知识 如果通过地球出生的话呢 这些知识就会被清除 接着呢 她坐上一艘小型的飞船啊 飞出金星 然后换称啊 专门来进行星际旅行的雪茄型飞船呢 就来到了地球的大气层 最后呢 乘坐小型的飞行器呢 就来到了西藏 在一间寺庙里啊 用一年的时间来适应了自己的物质身体和重力 她说在那里呢 同时也是做修道院嘛 数千年以来 一直都是外星人访客 用来调节并适应地球大气与重力的地方 所以欧米娜花了一年的时间 学习如何操作这个身体 使用身带来发生和吃东西 随后呢 她就到了美国 从FBI解密的答案中 我们可以得知呢 就是特斯拉与欧米娜一样 是从金星来到地球 而不是从地球上出生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欧米娜也有说到 尼古拉特斯拉呢 是从金星来帮助我们的 她所出版的书呢 早于FBI公布答案之前就已经说了 欧米娜就说明自己啊 是来自于不是物质上的金星 而是金星的星光界 不是肉身的国度 那这是地球人类无法接触到的空间 因此呢 以目前地球人类科技水准 是没法探测到的 如果他们的文明真的是远超地球人类的话 那么金星人具体是如何存在于星光层呢 在地球上呢 欧米娜依然用星电感应 与金星的家人沟通 她想要告诉地球人的资讯是啊 请不要对来自于太阳系 或者其他星系的访客呢 感到恐惧 他们都是地球人的兄弟姐妹 而在远古时代呢 就已经来到地球过了 他们会保护地球啊 免受其他星系的任何种类访客的危害 他们会帮助地球人提升意识 当地球不需要保护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在预定的时间内提供预先设定好的先进科技 这个说法呢 与特斯拉所说的宇宙间的生命体啊 如同永恒美大的人性一样 如同手足是一样的 欧米娜的通讯中呢 还包括火星土星金星的啊 在高维度啊都是存在文明的 这也解释了金星以及火星上 还曾经拍摄过到各种奇怪的人脸建筑 而太阳系的文明的种子 全部都来自于其他星系 欧米娜就说有卯秀星啊 人马座天狼星等等 有些外星的种族和我们差别很大 有的啊也有非物质存在的文明的种族 很久以前呢 他说火星土星木星和金星啊 都曾有过物质生命 这些星球啊和来自于其他星系的其他文明呢 都是地球人类的祖先 他们和我们现在一样都是物质文明社会 只是在某个时间段呢 这些星球进化到了另一个阶段 上面的居民城市社会呢 全部上升了维度 高频率的空间呢 我们肉眼是无法看到高维度空间的 所以欧米娜就描述呢 高维度的金星生活啊 其实与目前的地球生活是大致一样的 只是在星光层嘛 他们全部都是用心灵感应来交流 在物质的世界里的地球呢 远在亚特兰蒂斯时期呢 也曾一度掌握过这个技能 可惜在后来的发展中啊 我们逐渐的丢失了 金星人他说不需要吃东西 他们直接呢 从周围的环境吸取能量 这些能量呢 流进所有的宇宙的空间 他们可以用思维来创造一切 包括房子等等 而亚特兰蒂斯文明呢 他说当时也有这个能力 他说金星的科技水平非常高啊 以大自然的能量为原料 类似于一种自由能源 这与他们高度发达的思维系统啊 紧密相关 在地球呢 欧米纳几乎啊 不睡觉 取而代之的 他说是冥想 他说金星人寿命很长啊 照地球的时间来计算的话 欧米纳已经啊 250岁了 欧米纳还透露了飞碟的原理 他说大部分的UFO 都是采用磁能飞行 他们通过一根贯穿飞船中央的磁柱 来创造自己的磁场 大气中呢 就存在三种磁波 飞船呢 在中波段中飞行 因此可以轻松上升 平飞等等 所以飞船一旦啊 频率过快呢 就会消失在我们的眼前 但是其实它呢 依然在那里 只是我们肉眼看不到了而已 这就像是高速飞转的 电风扇一样 我们可以看到其背后的东西 他说他们金星人 也可以在时空的 不同维度中旅行 与自然啊 协调发展 不必限制于光速 当然了 这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 他说太空旅行的时候呢 飞船的内部啊 是一切静止的 只是能够看到各种的星球啊 在眼前闪过 这也是他们打算 与人类分享的未来的技术 而美国的一名工程师啊 曾经声称的50年代啊 就有个金星人 名叫索尔呢 曾为美国军队工作过 他呢 重185磅 拥有棕色的卷发 和棕色的眼睛 他看起来像人 但是有生理差异 大约呢 六英尺高 每只手呢 有六个手指头 有一颗超强大的心脏 和一个巨大的肺 他还有像章鱼一样 含氧化铜的血 而他的智商呢 极高有1200 并且能够流利地讲出 100种语言 他的寿命呢 有490岁 有讯息证实呢 美国的前总统 艾森豪和尼克森呢 都曾经见过他 在住有五角大楼的 陌生人一书的 斯特兰杰斯博士呢 也深深自己见过索尔 索尔呢 在1960年3月呢 从弗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大呢 乘飞船呢 离开了地球 所以这一系列的故事 讲完之后 大家认为 尼古拉特斯拉 到底是来自于哪里呢 在留言中告诉我吧 好啦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看过的朋友 给个鼓励 点赞 留言 支持我们一下哦 我们会从每期的节目当中啊 抽取一位幸运的粉丝观众 免费的奖品呢 就是小宇之前啊 在节目中讲过的书籍 以及小棠抱过的娃娃哦 所以一定别忘了 精彩的留言哦 没准下个幸运的粉丝 就是你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